本期我们造访一家120年的水果三明治点 油车盒造访日本最独特的地貌 请不要走开 哈喽各位早上好 现在在宇渡宫 早上十点半 昨天睡比较稍作梳理 我们就出发 现在我们准备去拿车 然后出发 这边有一个据说开了120年的水果三明治的店 现在我们去那边买个早饭 好 这样就差不多已经塞满了 这个车吉利英伦 当年吉利为英国伦敦的出租车做的车型 国内好像也有 是一家据说开了120年的水果三明治的店 哇 这家店的名字叫8010 80 and welcome it's opening 1898年对吧 这里平时是一家咖啡馆 就是你可以在这边点些东西边吃嘛 然后可以带点回家 然后很有名 看因为店里面这种餐具也是有些年份的 可以在店里面随便看一下这种氛围 哇 这里还在放罗马家喻 这边是厨房 特别多 这种就很有当年的感觉 就有老式的这种 顶不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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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买好了 这个两个三明治 好像吐嘴车子已经停满了 好 那我们继续赶路 这是他们家的三明治 Sains 1898 80,98 然后这是草莓 这个是水果 里面有香蕉 西柚对吧 还有橙子 还有纯草莓的 这都多少钱 两个三千多 没有 一个是 一千多的 反正不便宜 一个要将近五六十块钱 现在我们要去的是 猪苗袋湖 是在福岛的 东面的一个湖 也是个景区 那边还有一条skyline 有一条 据说是地貌特别美的山路 去看 平时这地方没时间也不会累 还是要停下的 没有车 走 哎呦 有 有吃 哇哇哇哇哇哇 OK Let's go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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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明治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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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段下道之后 我们走高速开始往福岛方向 那今天第一个要去的景点 是叫 猪苗袋湖 猪苗袋湖位于福岛县的正中央 论面积是日本的第四大淡水湖 这个地方从位置来说 当天来回很难去到 单独注意完又不值得 所以这次正好顺路转一下 现在我们在纳虚高原的SA 很多朋友私信我说 想看下SA的设施到底如何 首先 看下我个人特别关心的卫生间 从便圈消毒液 到胃洗力 以及儿童座椅 这些都是标配 至于商业部分 饮料冷饮的自动贩卖机 以及像当地的特产精致的手信 都可以在这里卖到 以前在国内的高速上 我个人偏向于找那些品质 比较稳定的连锁店 比如像DQ 像汉堡汪 但在日本的服务区 每一个休息站 它的特色都不一样 这也可以说是在日本开高速的六区之一 从最近的高速口下来 之后要走将近10公里左右的地面道路 一直到猪苗带湖 因为是周一 所以路上没有什么人 正好碰到一台奥迪的敞篷梯 顺路一起跑了一段 普通的乡下的这种居民 看不看什么车 一台Sport的K 感觉是大发这块拉皮拉过来的 然后后面一台卡罗拉的Sport 应该是两箱版的 离开高速 身边的自然风光开始多了起来 不一会儿我们就到了猪苗带湖 湖子面积真的 很大 一望无际 让我想到了以前自驾新疆时 经过青海无视的场景 当然了 因为辅导线本身没什么钱 所以这一段路有点破破烂烂的 当然了 瑕不言喻 看见一条环湖的隧道 这条隧道在很多汽车的广告里 都有类似的场景 我们先到停车场来休息一下 再让我们来一段夹到不行的摆排 可以看到有人玩那种水上运动嘛 然后在这里前面是一个露营地 可以露营 然后这里是一个环山的一条路 刚刚就从这边开过来的一个隧道嘛 远处都是山 很漂亮 一个很大的湖 好 现在你们去吃个中饭 然后下午去那条Skyline 打开了盆 在环湖公路畅游 无疑是一天自驾新城中的高光时刻 让我们来一起静静欣赏 在这儿猪苗带 当然了 现在有一些 很快的直播中饭 下午去到 寒梯山的Skyline 好 现在我们在这儿猪苗带 稲苗城的路边的车站 这个是遍布在日本的国道的一个休息区 有点像高速的休息区 但是它是不收费的 所以你走国道旅游的话 真的是首选 然后这边是一个摩托车 这边远处是摩托车的停车场 然后这边是电车 好这边是那个就是残疾人车尾 然后这边是一普通车辆 一台大发的coupon 我们就停这儿吧 好我们定下来了 我点这个 只有点这个 然后我们直接发券 那它我们选我们的Quick Pay 就是这是一个Apple Pay的一个延伸 对直接这样touch一下 就可以了 好所以去吃饭咯 然后这边的咖啡还有像各种饮料壳的都是免费的 还不错 今天喝一个除草汁吧 给我女儿买了 汇晶限定的Kuromi的袜子 它们这一特产是一个红牛叫Beco 还有一个小的 钥匙扣 处理好各种事物 我们继续下午的行程 从珠苗带湖再走小十公里 有座山叫盘梯山 海拔 大约一千八百米 山上有条 名为盘梯山斯卡拉尼的公路 被评为日本的百大山路之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条山有个特征 山的一边被绿色环绕 但是另一边由于火山活动则是一片荒凉的景象 虽然上一次喷发是在1888年 但是这里的火山还是依旧在活动状态 这里的地貌真的是跟其他地方都不太一样 看这种景色 然后这里就直接就下山了 可以看到远处有些山路 看这种远处的山路 哇 景色真的是太棒了 是吗? 但是由于火山运动产生的气体 让这里路上的味道很是难闻 并且这里的路上也很清楚地写着 严禁长时间停车 以免对生命造成不安全 其实这一次对我来说 也是人生中为数不多 可以开屋底两个人出去旅游的机会 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快乐这种东西 可以保存起来下次再想 事实上有些事情 等于年纪大了以后再去做 它可能就没有你要的感觉了 所以我觉得 在不影响自己生活的情况下 竭尽所拟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才不枉自己的青春 不知道各位是怎么看的 欢迎在这里跟我弹幕留言分享一下 结束了一天的行程以后 我们离开了福岛县前往仙台方向 虽然一天的行程只有200到300公里 但是跑山加上恩迪本身就非常少有体力 所以不得不说 开恩迪出去旅游 也是对体力的考验 明天我们将从仙台出发 去到日本本州的最东面 有点事情 那么就到SA来处理一下 这边是个桌子 可以坐里面 把这个工作处理一下 远程办公还是非常好 到这边可以看一下 有很多有台湾的这个杂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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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